那现在在云嘉南还有高平这一带是来到了橘色的对过敏的人是比较不好的 其他大概黄色的普通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中部以北还算不错 不过云林以南这边有些地方就稍微比较差 嘉义市区台南的山化台南的安南台南市区高雄的左营 这五个地方稍微比较不好一点 那另外在气温方面 今天清晨南边是有下了一点点雨 大概就是比较南边像在屏东的满洲 恒春附近就只有这个地方雨是稍微比较明显 等一下我们从卫星云土跟雷达再来看一看 那温度上面来看的话 马祖基美这边稍微下降一点点 台湾本岛这一边大部分地区温度有在稍微往上升了 其实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云量比较多 所以晚上的时候地面的热气比较不容易散掉 清晨的一大早的温度就比昨天稍微上升了一点 那至于说天气系统的状况来看的话 台湾附近这段冷空气的量事实上并不多 北边的高压都很弱 冷空气的量不多 牵扯到我们温度的高低就看天空的状况 云量多下雨的话 当然温度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高 那封面在南边慢慢地会升到我们台湾这边过来 所以等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封面过来了 然后就滞留在我们台湾上空 可能要到至少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封面会稍微离开 但是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它有可能又压下来了 不过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 这个误差会比较大 我们还要再观察的 那为什么说误差比较大 礼拜一礼拜二要跟大家讲呢 主要就是提醒大家 未来这一个礼拜 可能不止一个礼拜 未来这十天 可能台湾的天气都很不稳定 随时要注意这种剧烈天气 在产生 比如说短时间的强降雨 我们从卫星云土再来看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台湾这四周围的云层事实上是很多 一部分华南移动进来的 一部分在比较南边往台湾移动进来 我们看到这四周云层很多 下雨的云层大部分都在海面上面 虽然说有一部分的云层进入到我们台湾 但是对地面它没有带来直接的降雨 我们从雷达这边来看一看会更清楚一点 我们看到台湾这四周围 下雨的云层是一大片 真正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很少 大概就南边这一边 屏东的南边满洲恒春 但是现在连这一块云层也减弱掉了 大部分的雨区降雨的云层都是在海面上面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这里面都伴随了有这种黄色红色的颜色 代表在外海地区都有闪电跟打雷的状况 一进来它是有稍微的减弱 但是因为台湾的环境场还没有改变 一旦环境场改变了 封面进来了 这些雷雨包不见得往台湾进来就会减弱 甚至有可能有一些雷雨包 会在我们台湾陆地发展起来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四周围海面上面多在下雨 有时候会有一点云层进来 带来一点局部短暂雨的 到了下午 我们的陆地还会有热对流发展起来 午后雷震雨的机会会更高一点 晚上开始 封面就直接停留在台湾上空了 所以就气象鼠所预估出来的降雨来看 先来看的是今天的白天 我们看到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黄色的颜色在这里 不止在山区 连沿海地区也有 就代表说影响台湾两部分的云层 一部分外海移动进来了 另外一部分在山区发展出来的热对流 入夜了以后没有这种热对流了 山区看起来雨量就比较少了 但是这个平地方面 像在沿海地区 这个有些地方雨都还下得比较大一些的 到了明天白天 热对流又出现了 我们看到从北到南各地区都下雨了 山区的降雨量增加了 入夜了以后少了热对流了 感觉上好像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三的清晨 降雨是减少的 但是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梅雨封面在台湾上空 不是说一整天一直下雨 中间会有一点空档 但是空档的时间往往可能都不到半天的时间的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呢 刚刚提到的封面下来 可能就一直停留到礼拜五了 这段时间碰到震雨或雷雨的机会就很高了 礼拜六礼拜天封面稍微的离开 但是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的 而且很有可能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封面又压下来了 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影响到台湾的梅雨封面 应该就很强了 随时要注意这种短时间的强降雨 这种剧烈天气产生 再来看看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当然封面逐渐接近下雨的机会变高了 连桃园也都有机会出现雷震雨的 高温31度 中部地区也是会有不到震雨或者是雷雨 特别是山区的午后震雨会更明显 高温32度 南部地区也是有震雨或者是雷雨 高温大概差不多31、32度 另外东半部来看的话 虽然云层从西边过来过山会减弱 但是东部也有可能碰到雷震雨 澎湖近门还有连江碰到雷震雨的机会是更高的